最近收到了好多款的苹果 但是跟咱家这个奶油苹果比 差的可真不是一星半点啊 老实咱这个价格也不贵啊 跟你在线下买的价格差不多 而且还能吃到这么高品质的 这个苹果是那种脆甜脆甜 又多汁皮薄肉厚糊又小 咱们咬一口 满满的汁水 你吃点还有淡淡的奶油的味道 这个是真的好吃 要不然不会跟大家反复推荐的 吃的这个是大果 咱们不用排特大的 这个吃的话 排中果跟大果 送人的话咱们可以排特大的 脆脆的 脆中还带着那么0.5分的沙沙的口感 而且老甜了 它的原产地是属于那种 昼夜温差比较大 日照特别充足 所以说这个果实就特别特别的甜 总体我的口感感觉就是9分甜 1分酸 咱们到家了之后就把它放到冰箱里 你看这么多天了 依然这么脆 水分一点都不会流失 不是有那么一句古话吗 每天一个苹果 某某某远离我 我这个大果都老大了 你看他这个大个头的 贼大 像你们小姑娘一顿也就吃半个 这个口感加上这个味道简直是完美 你看这一个黄莹莹的胖堆堆的 看着多招人歇 它上面这个黑点或者这个一片一片的 这个是属于果秀 它不影响吃 有的这种特别小一种小黑点是在它生长过程中碰到树汁的时候给它造成的损伤 这个不影响吃的一点都不影响口感 这个苹果它不光是好看 真的是好看又好吃 谢谢大家